ICN国际卫视将在今晚10点钟为您现场转播2012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第三场 欢迎大家锁定收看 由于台湾的第13任总统选举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目前蓝绿阵营民调相当的接近 选情胶着 海外的华侨团体也在最后关头加紧催票活动 一起来看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各界人士估计此次蓝绿阵营票数差距将会在40万票之内 而往年海外返台投票人数约在10万到20万之间 因此海外蓝绿阵营无不加紧脚步催票 由于今年适逢建国百年 许多侨胞已在国庆时返台 无法在短期内再负担返台投票 使得返台投票人数下滑 洛杉矶台湾同乡会因此推出海外侨胞推荐亲友名单 请台湾义工电话催票的活动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借由网络的平台 我们将亲友推荐表放到网络上面 供所有的海外侨胞做下载 同时做推荐来使用 我们期望能够以身体力行的方式 将我们对台湾的关心 对中华民国的选情 对于支持马屋的心声 能够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带回台湾 同时我们也知道 在目前的选举当中 剩下30天时间非常紧急 我们也呼吁 不能回去台湾 亲自助选投票的朋友们 将所有的电话交给我们 我们会以我们最真诚的态度 跟你们的亲友们联络 除了拜早年 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够出去 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 洛杉矶台湾同乡会会长胡承远表示 此次总统和立委选举合并 以及竞选文宣和选战网路化 造成此次总统大选 在海外有慢热的现象 因此尽管只剩下30天不到 他们仍然相信 能够在最后阶段加温选战 以诚意感动选民 二度打造黄金奇迹 国际卫视记者 朱思勇洛杉矶报导